在坚强的人,都有脆弱的时候,在多能的人,也有无助时,原谅伤害你的,帮别人一条生路,世间的事,总不能事事顺心,样样圆满,总会有遗憾,总会有磕碰,是宽容的心,慈悲的让,弥补的种种缺憾,温暖了岁月的清苦,因为宽容,更懂得珍惜和原谅,因为宽容,更善待了每一颗遇见, 珍惜了每一份善人,宽容是人,宽容是爱,宽容是一盏灯,照亮别人的同时,也温暖了自己,宽容的心,让愤怒止步,给心灵安慰,与人生祥和,少一些计较,多一些宽容,人生安暖,一路阳光,手心不生怨,手嘴不惹祸,以花喜心看人,人人良善,以指责心问人,处处缺点, 树油高低,手指有长短,每个人都有好的一念,多一氛围人想,多一些关心自行,就多一份平静,豁达,自己修行自己好,自己念过自己了,每个人所得的都是应得的,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处事,就会收获什么样的氛围,假如你少争,就会少生烦恼,假如你少愿,就会多一些和善安宁, 当一件事发生时,不妨想想对自己的伤害,再想想别人的男,要知道,眼睛总看别人势必会忘记自己,宽容别人等于爱自己,原谅别人等于疼自己,同样的心, 不要总是装满怨恨,同样的眼睛,不要总寻人短促,心有阳光,处处春暖花开,心怀豁达,处处海阔天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